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今天三大报的头条一样都是 黑心油事件,全民抵制鼎心 昨天总统马英九召开国安会议拍板 提高食安层级,比照灾害防救组织的模式 成立食品安全办公室 而另外,公股银行全面紧缩鼎心集团的银根 明年将要取回台北101的经营权 而食安风暴是越演越烈 桃园县眼镜蛇专业食品鸡茶小组 在昨天展开了突袭检查 来到卫泉的龙坛场 采集有品样本的实验来做检验 而台北市卫生局则是派员到各大卖场去进行鸡茶 要了解该下架的黑心商品有没有全数下架回收 从大型油槽采集沙拉油检查 桃园县眼镜蛇专业食品鸡茶小组 今天下午突击味全的龙坛场 要抽检工厂主要生产的沙拉油等原物料 以及大家最关心的油品安全 现场我们会做油品酸价的基本的先一个测试 简略的一个筛检测试 然后接着我们会把采样的简体送回实验室 数据大概在零到零点五之间 那通常不得超过二 那零到零点五之间目前是状况是还可以的 初步检查油品酸价都没问题 而台北市卫生局也在今天派员到各大卖场击茶 要看看应该下架的问题商品 还有有疑虑的商品有没有全部下架 你们大家有其他这边吗 有其他的都下来了吗 一项一项仔细搜索 政府大规模出动 从卖场和工厂开始加速清茶 遏止黑心商品再度影响民众生活 否则食安警报没有解除 民众依然会担心 不知道下一个食安未爆弹 到底什么时候引爆 记者台北桃园综湖报道